各位亲爱的家人平安 今天早上在线上 其实这一两天 有人在询问关乎原羊 或者是EBAG草脚的一些资讯 那我借这个机会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手头上有这两只呢 就是EBAG或者是原羊的羊脚 那确实如中文传导所说的 这个以色列这样子的羊 是属于国宝羊 是被保护的 一般你是很难取得这种羊脚号 那目前为止 唯一能够取得到的管道是 当如果你是在 以色列国家公园旅游的人 那你刚好在这个路上 看见已经死掉的 自然死亡的这个原羊的 这个海骨或者是尸体 那你可以把它带到 这个国家管理局去报备登记 那他们会就会把这个发还给你 那这个时候一般他们捡到 这种羊的骨骸或者是 这个耗角的 这个骨头的就会把它带到耗角工厂去 请耗角工厂为他们加工做成羊脚号 那一般耗角工厂是不收费 可是会要求有一只要留给耗角工厂 一般就是这样的方式 那当他们耗角工厂有机会做到 制作到这种羊脚号 就会把它拿出来卖 那我这边已经也十来年了 一共也就收集两只 事实上其实是三只了 还有一只是很短的 那当时我第一次收集到这种耗角 我也不太确定那是什么 那因为很小只 所以老板也没有很在意 那我就误打误撞 把那只耗角寄到台湾去了 那有一些如果很参加 我一开始就在教耗角的 可能有印象 我其实当时会有一代这个耗角 不同种类耗角的样品 那其中就有那么一只角 那这个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也忘记那一代示范耗角 不同种类的耗角到底放在哪里 那这两只是我目前收集到的 它的价钱确实是蛮贵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不太确定这个耗角能不能带回台湾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只能留在以色列 在我的祷告店里面收藏着 那我现在来就来试吹一下声音 让弟兄姐妹听一下 这一只是稍微长一点的 这是一只 那另外的一只呢 这只稍微短一点 那这个声音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至于说 喜年是吹圆娘角 到目前为止 这应该只是一个传说了 因为以色列是在1948年复国 那1948年复国以后 这个才是国宝羊 那至于关乎 这是不是在喜年的吹角用的羊角呢 那我们来过第三圣殿的筹备会 或第三圣殿博物馆的可能都知道 那里面有预备要吹这个 7月10号 7月1号吹角节吹角的 以及喜年吹角的羊角号 准备的都是绵羊角 没有任何关乎圆娘角的这个 记录或者是 这方面的讯息 所以那可能只是一个传说 那这就是关乎圆娘 或者是说E-Bags 希望给弟兄姐妹 有机会认识一下这个羊角 然后愿主祝福每一位